各位,我们是否常常因为罪而感到内疚、无力、受控告呢? 那主的恩典在哪里?又如何依靠恩典呢? 其实,基督的恩典不是那种一般的恩典,乃是一种超出极限的恩典。 这恩典是主为儿女毫不保留自己的慈爱和拯救灵魂、还清罪在的公义。 他若没有认识自己的罪的人,绝对无法参透这恩典,也活不出猛章之恩。 但是,很多人似乎接受了基督的恩典,却在行事为人上没有明确地受基督的灵引导。 或者,因为罪而越来越感到无力,唯有通过知罪才能够享受和倚靠那超出极限的恩典。 那首先,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罪。 在一部所书二章一到二节,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,他叫你们活过来,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。 随从今世的风俗,顺从空中展现着的首领,就是现今在背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了。 各位,所谓死在过犯罪恶之中,不是单单外表行为所犯的罪,乃是在还没行出来罪之前,就已经发生在看不见的人的心灵里了。 这看不见的罪,就是第一,随从自己意思的罪。 当第一个亚丹,因为随从自己的意思,吃了善恶果,他的灵就开始好像变残缺的了,无法听见主的声音和转向主的功能了。 所以他心中的各种反应,与形式为人,都是从自我为中心产生。 那第二,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。 这世界虽然有人的文明、学问、文化、风俗,但里头却没有永恒的价值,反而都是以人本为主。 那第三种,就是顺服空中掌权者。当人,随着自己的意思性,无论他在世人眼中,看来是行善或行恶,他其实是在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生活的。 其实我很多时候,也在这样的观景里,想要自主,自己解决,也像往世界那种很吸引人的风俗。 这些罪,都会影响人的心思,不能正确认识神,影响人的情感,不能渴慕永恒的事,影响两知,继续受谴责,也影响人的意志,不能得真自由。 我们要知道,自己是完全无法自救,无法从罪出来,唯一的道路,就是谦卑领受,上帝主动设立的救赎之恩。 虽然我们还是会被罪影响,还是会软弱,但更重要的是,我们要时常意识到,罪和救恩的重要了,以致我们才能靠恩典而活。 那怎么依靠恩典呢? 要通过知罪了。 但是,人有四种的知罪,因此经历与依靠恩典的程度也不同。 第一种,就是以普遍的心态,来认识自己是有罪的。 人人都知道有罪,也承认有罪,因为人心里头都有两知,都知道自己是败在七情六欲。 但这不是圣经讲的真正的罪,所以无法真正依靠恩典。 第二种知罪,是因自己犯了比较严重的罪行,比如吸毒,犯奸淫,偷窃,不孝敬父母。 行恶毒,恶行,他们都是按人理或律法的标准来议识自己的罪,但心中却是被罪恶感折磨。 第三种知罪,就是按神学理论,明白了自己生来有原罪,就是不幸。 虽然用神学来明白原罪,也承认自己有罪,但是却不能够感触到罪,这只是理性的一部分了。 所以第四种知罪,不但理性上认识自己,生来有罪性,在灵性上也意识到,意识到随从自己的意思,随从今世的风俗和顺从空中掌权者。 只有这种知罪,我们才能依靠恩典而活。 就像大卫在诗篇51章3节说,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,我的罪常在我面前。 为什么大卫说,罪常在他面前呢? 大卫不但犯了奸淫,杀人的罪,他有时一下那些恶念随从自己的意思又来了。 试问,我们很多时候是否也不想依靠主,自己的意念又出来了呢? 我们唯有认透了,我的罪常在我面前,才能活在那超极限的恩典里。 其实,我们不但只有得旧知识靠恩典,乃是我们今天早上靠恩典,中午晚上也要靠恩典。 当我发现,很多信徒没有这样的知罪,一个信徒的身上若没有反噬仰望恩典,但是被恩感,其实与他知罪的部分有关系的。 所以,唯有知道自己的罪常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,以致求主天天能把我带到尽头,这样我不得不需要他,需要他的话语,需要向他祷告。 因我一刹那时间,就被世界的情报,世界的享乐,欢乐抹去的。 这就是一种依靠恩典的心,之后呢,不但能使我们得旧知恩, 也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信心、爱心成长,能够活在主里面,叫我们一生花药着恩典来活。 所以各位,但愿我们清楚认识自己还活在肉身时,含有的罪性与罪的危害。 所以知道自己的每一刻,无论在做任何事,面对任何的处境,都不能不依靠恩典来活,一直看见神更多的恩典。 所以,我们不要把关注犯在不犯罪,乃是通过知罪,才能依靠恩典,依靠那成就万事的主, 叫我们自己的生命,时常经历恩善加恩,荣善加荣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